政府的政策是向這些大商家傾斜的 我現在叫你加2%利得稅 才能解決多少問題 你又不做 內進稅行不行 有 我經常說我稅機很窄 只是靠地產來抽稅 很多人就沒有抽稅 那怎樣付呢 那些錢怎樣付呢 政府經常這樣 所以現在整個志願醫保計劃 我們社民也一定反對 因為我們是左仔 我們是真正的左仔 全香港得我 我們一定反對 最近大家都知道 有些人提出回購兩年稅 他經驗的模式 到最後一定是回購 其實他現在加價 中信大富就是逼你回購 要不要拿回夠錢 那些人全部上了當 他媽媽叫他回購 但是他不要加 大哥你去西瑞 過去 妹仔大過的主人 隧道費一定貴過標誌 如果你就這樣去中環西環 這些情況 很多時候大家看到整個制度 還有整個香港政府的管制 對民主都會在前面 下星期三 就要發表人內 第三份的事件 第一任的第三份事件 那我們社民當然會招負他 說來講他也已經三個多了 他現在出了一封 就是那個教統津貼 就會抗爭全國十八局 這個是神祖我來說的 政府永遠都是這樣的 不去到最後關頭 它都不會做這些事情 但是這個也解決不了問題 我每一年幾乎 我們黨的三個人都會有問題 每年都是同樣的問題 其中一個問題 我們口談質素一定會問 就是 我們會問政府 每一年我們會問商 我們有很多條問題 其中一個是每一年都會問的 就是我們現在的老人家 輪候政府資助的那些護養物的數目 每年排隊等不及死了多少人 舊年說的我們明天是千萬 那我又是 就是你等不及死吧 有一次就說曾俊華 即是在電視上 我說不如這樣吧 司長 規定香港六十五歲的人去自殺 那他一天都說了 什麼事情都看得到 19六花 六十五歲集體自殺幾個年 我不是很好笑的 你有沒有看過那部電影叫做 遊山節敲的故事 我說遊山節敲的故事給他聽 是現代版 是不是 揹個老爸上山 你不知道是說 那部電影 他有一個集中 到了一年多 老人家的兒子 就揹他上山 讓他自生前面 那我故事就講過 兒子的爭執 這是很有趣的 讓我們大家去思考的問題 我說現在就是了 他排隊 為什麼那些人要排隊 這些政府資助的護養人數 因為沒有人照顧他 你們說 以你們將來讀完書出來的收入 照顧自己都成問題 我當然不會養我老爸 是嗎 老爸養兒子 兒養兒子 已經在那麽多年前 那些人都說了 現在不是老爸養兒子 養了他的兒子 我就是了 我現在養了我兒子的兒子 是嗎 老爸養兒子 養了他的兒子 他一定不養到你的 那你要申請縱門的時候 你就要他寫一張壞兒子 你才可以申請縱門 有很多老人是被遺棄的 是嗎 只能拿幾千元縱門 是房間一點 是嗎 有些人要入安老院 有些入養院 那塊縱門的錢是不夠給的 是不夠給的 是吧 因為老人家要尿片 OK 其他那些人不夠給的那塊錢 是不 那些政府資助這些位置 我們去年重演之後 財政司就說 我們現在增加三年加五百個 哇 你三年加五百個 一年死千八人 阿哥 你三年加五百個 一年死千八人 那是什麽數來的 是吧 所以這些才是政策 我們今年又問他 我很怪的 我問了兩年了 去年問的時候 我們指著張建宗 大破口大罵他 沒有人聲 但是今年看是想過什麽形容詞 都是沒有改善的 我可以告訴大家 今年是死的 又有書面 四千六百人有進步 四千二百人 那些問題 譬如這些問題 有很多人說 我們寫文年 只是會出來 做完完 沒有搞民生問題 我們做了很多事 沒有人指 我們不會打和打 成功爭取 是吧 有些可以無恥 好像民協這樣掛架 排出來成功爭取 區議會取消委任議席 政府答應 這樣都可以 你明白 民主黨的美後顏 成功爭取 直選路線圖 我一定教訓他 今晚黨慶 我們有幾個人去招負他 民主病夫 我們不喜歡打落打 為什麼 而且我們覺得 真是做不到事 做到自己很無癮 你明白嗎 但是又不可以不做 是吧 所以整個社會 其實現在出現的是 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聽說那位和我講 投訴的問題 讓我發書一下 說一下我們 現在大家如果要投訴 要什麼 你牽涉那個問題 其實是很複雜的 因為我們不想要打開 就應該要打開